他们叫我考证达人 也叫我建筑专家 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建筑知识 还是令人困惑的造价管理 我都可以轻松梳理 是问题简单化 公式生活化 把握考点游异机难 让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我是达江 快来跟我一起学习吧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建设工程教育网 面对崭新的2020年 每位同学都怀揣梦想 其中之一 那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 许得令自己梦寐以求的 一级教授师职业资格证书 实话说得好 万丈高楼平地起 在接下来的复习岁月当中 还需要同学们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既是2020年充满艰辛 又充满意义的备考历程 便缓缓拉开了帷幕 我和同学们共同学习的第一个班次 是预期进阶班 学习的科目 愿是建设工程经济 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每位同学都能在2021年 到达成功的彼岸 对于预期进阶班来讲 我们主要解决的是一些 基础性的问题 比如说 教材内容有哪些 平时怎么学 考试怎么考 对于这个班次来讲 涉及到如下的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历年考试情况的 一个简单介绍 第二部分是教材的框架 以及章节的概述 第三部分 那是学习方法的介绍 第四部分是基础知识的讲解 通过讲解一些基础知识 让同学们知道 学习的方法怎么样 学习的套路又如何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关于历年的考试情况 谈到历年的考试情况 我们一定不能绕开一个资料 那就是教材 所以我们需要把教材打开 看一下教材的整体内容 到底怎么样 当然 现在2021版本的教材 还没有下发 我们研究的对象 是2020版本的教材 把2020版本的教材 一打开 里面三部分的内容 分别是工程经济 总共86亿 第二部分 工程财务 总共78亿 第三部分 建设和工程估价 这当然是大头 占了161亿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三部分 在最近三年 它的提醒 它的分值到底怎么样 首先 2018年 第一部分 工程经济 考了15道题 考了19分 第二部分 工程财务 考了18道题 考了23分 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估价 考了47道题 考了58分 应该说 在2018年 我们的第三部分 它的分值 达到了一个高峰 好了 2019年 第一部分 17道题 21分 第二部分 19道题 25分 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估价 44道题 总共54分 好了 刚刚过去的2020年 第一部分 考了18道题 考了23分 第二部分 考了19道题 考了25分 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估价 考了43道题 考了52分 那整体来讲 我们的第一部分 在历年的考试当中 它的比例 大概占到 21%左右 第二部分 大概占到 25%左右 第三部分 大概占到 54%左右 当然从这个比例来看 那么第三部分 一定是一个重点 第三部分 内容多 分值高 但是难度 不会太大 好 这是最近三年 三个部分 它的考分的分布情况 你们有一个 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考试情况 对于建设工程 经济这个科目 在考场上 答题的时间 是120分钟 又是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时间够不够 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间是够的 我们总共80道课管题 只要同学们 稍微有所把握 时间已经足够 好了 对于我们 一级上师的考试 每年 在9月的 第三个周末 来举行 总共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的时间 第一天 考的是公共科目 上午是 建设工程经济 我们建设工程经济 那可是第一门 希望同学们开门户 下午考的是法规 第二天的上午 考的是项目管理 下午考的是实务 这是两天的一个考试安排 好了 我们依然回到 建设工程经济 这个学科 对于建设工程经济来讲 刚才说了三个部分 分别是工程经济 工程财务 还有建设工程估价 对这三个部分来讲 它们的内容各有特色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工程经济 工程经济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需要同学们重理解 在理解的具体上 予以掌握 这部分难度相对比较高 计算量也比较大 那么第二部分 关于工程财务 工程财务呢 涉及到的内容 相对比较宽泛 它的面很广 但是内容比较浅 那么理解与记忆相并重 有的内容要理解 有的内容不需要过于的深究 记住就好 那么这一部分范围广 知识相对比较散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三部分 重头戏 建设工程估价 对于建设工程估价来讲 一定是重记忆 重记忆 涉及到费用的分门别类 涉及到具体的相关规范的规定 都需要同学们有所记忆 当然对于这一部分来讲 难度比较低 投入的时间 投入的精力 和最终的得分 往往是成比例的 那么前面两部分 同学们学习起来可能有难度 但是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估价 学习起来相对比较轻松 只要花时间 花精力 考上上得分 就比较容易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一下第三点 考试的内容 原则上 不会超出教材的范围 每一年的考题拿出来 基本上都能够在教材当中 找到它出题的一个根本 和出题的一个依据 在这儿呢 看一下2020年 2020年80道题 只有一道单选题 超出了教材的范围 所以 基于此 把握教材的内容 就把握了考试的全部 同学们 对考试来讲 只需要把握教材就行了 好 第四个 关于考试的题型 以及分子的分布 对于建设工程经济 这个科目来讲 我们全部考的是客观题 公共科目 那么客观题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单项选择题 第二部分是多项选择题 对于单项选择题来讲 总共60道题 每题一分 总分60分 多项选择题 每题两分 总共20道 总分40分 那么加起来 我们建设工程经济的总分 是100分 那么最终的结果 那就是 61分浪费 60分万税 每年的合格线 基本上都在60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单项选择题怎么出 多项选择题又怎么出 首先 看一下单项选择题的部分 对于单项选择题来讲 那是 一个题干 四个选项 A B C和D 对于这四个选项来讲 只有一个 最符合题 你把这个正确的答案选出来 恭喜你就得一分 如果说选错了 对不起 这道题就没有分 对于单项选择题 它的处理形式 往往有如下的两种 第一种是计算 比如下面这要题 某企业年初 从银行借款 1000万 期限三年 年利率是5% 银行要求 每年年末 支付当年的利息 则第三年年末 产还的本息盒 是多少 好了 这道题的关键在这 银行要求 每年年末 支付当年的利息 来 我们同学们 这道题你会不会 你同学说 还没有开始学习 我当然不会 错 这道题你应该会 为什么 行业时同学们 都有丰富的 这个生活经验 你们想 现在借款1000万 年利率是5% 每年都要支付利息 我问大家 每年支付利息 是多少万 你们马上就能算出来 1000再乘以5% 那每年支付的利息 那不就是50万吗 好了 你们想想 在第一年的年末 我们支付了50万 第二年的年末 又支付了50万 到了第三年的年末 到底还应该支付多少呢 第三年 它产生了利息50万 到了第三年 这个借款已经到期 本金的1000万 咱还得归还呢 所以第三年年末 需要产还的本利盒 那就是第三年的利息50万 再加上本金1000万 选择正确答案 A 1050万 好 这是计算性的小题目 接下来看第二道题目 依然是计算性的题目 某私工企业 按照10天付款 给2%的现金折扣 20天付款 给1%的现金折扣 信用期为30天的条件 购入材料40万 关于该项业务 付款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那么对于这道题目来讲呢 需要同学们 把握如下的两点 第一点 对于这个的表示形式 同学们要知道 是什么样的含义 说的是 10天付款 给2%的现金折扣 20天付款 给1%的现金折扣 那么30天付款 那就是按发票付款 30天是最后的期限 那关于ABCD 需要同学们 有所计算 有所判别 当然具体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学过 所以这道题呢 我就不再给同学们深入 最终的答案 选择的是选项B 选项B 如果该企业 在第9天付款 则需要支付39.2万 是这样的吗 当然是 刚才说了 如果在第10天之前付款 10天付款是这样 9天 8天 7天 5天 6天 4天 都是这样 在10天之内付款 就可以2%的现金折扣 给你打个折呗 打多少的折扣呢 打2% 我们现在购入材料是40万 40万再乘以1减2% 那就是我们需要支付的资金 39.2万选项B 正确 那选项A C和D 到底如何确定 我们在正式课程 再给同学们予以深入 好了 这就是单向选择体 出题的第一种形式 有计算 有理解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就需要同学们 予以记忆了 看下面这道题 根据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 计较规范 投标人可以根据 需要自行添加立项的 是哪个清单 好了 ABCD 这一道四个清单 那么 那么根据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 计较规范 在进行招投标的过程当中 那是由招标人 编制工程量清单 投标人 在工程量清单的基础上 来进行自主的报价 那么涉及到 下面这些清单 哪些可以自主添加立项 那能够自主添加立项的 那一定是一个开口清单 哪个是开口清单 那措施项目清单 就是一个开口清单 每个投标人 根据自身的 私工方法 私工工艺 可以自主来进行一个增加立项 所以正确答案选A 这样的题目 就需要同学们 有所记忆 好了 这是单项选择题 一个题干 四个选项 选出最符合题的那一个 小手一斗 一分到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多项选择题 对于多项选择题来讲 总共20道 每题两分 下面 判分规则 希望同学们 要有所熟悉 在每题的备选项当中 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 符合题 至少有一个 是错误的选项 错选 本题不得分 少选 所选的每一个选项 可以得到0.5分 诶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 对于多项选择题来讲 一个题干 下面五个选项 A B C D E 在这五个选项当中 至少有两个选项 是正确的 至少两个 可能是三个 可能是四个 在这五个选项当中 至少有一个选项 是错误的选项 也就是说 对于这五个选项来讲 正确的选项 可能是两个 可能是三个 可能是四个 不可能 五个选项都正确 至少有一个是错的 好了 下面判分规则是 如果说你选出来的答案 错选了 不得分 多选了 不得分 少选 可以得分 比如说 现在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A B C 这是正确答案 你把ABC选出来 恭喜你 小手一抖 两分到手啊 小手抖三抖 两分才到手 好 接下来 如果说你选了是 A B和D 对不起 选项D 错误的选项 不得分 如果你选了 A B C E 对不起 多选了选项 这个E是错误的 不得分 这就是 错选 多选 不得分 但如果说你选了 A和B A和B 两个选项都是正确的 但是少选了 这个时候得不得分 得分 每一个正确的选项 得0.5分 所以A 得0.5分 B 得0.5分 恭喜你 这道题 你可以拿到1分 好了 这是多项选择题 由于多项选择题 有这样的判分规则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有一系列的方法 有一系列的技巧 这些方法和技巧 到底怎么样 别着急 我们领考之前 再告诉同学们 好了 对于多项选择题来讲 它同样有两种出题的形式 第一个是记忆性的题目 比如下面这道题 第二个是计算性的题目 比如说下一道题 在20道题目当中 多项选择题 记忆性的题目 应该占到80% 机器以上 都是记忆性的题目 为主导 那么对于计算性的题目 大概20%左右 好 我们看看下面这道题 记忆性的题目 关于国产设备原价的说法 正确的有 这道题目呢 我们没有学到相关的内容 ABCD都正确 对于选择E 非标准国产设备当中的原价 不应该包括这个运杂费 原价不应该包括运杂费 那前面的ABCD 四个表述都正确 我们正式课程 在做深入的交代 好了 这是考记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考计算 看下面这道多项题 某工程 施工现在有两个对比的技术方案 方案一需要投资200万 延伸的成本是120万 方案二与方案一 应用环境相同的情形下 需要投资300万 年生产成本是100万 设基准投资收益率为10% 采用增量投资收益率法 来选择方案 那下面正确的表述有哪些 这道题啊 我跟同学们讲一讲 有人说 这道题一看 这么多的条件 这么多的计算 那如何才能搞定 现在我们同学们 简单的交代一下 对于现在呢 涉及到两个方案 方案一和方案二 告诉了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是他们的投资 方案一的投资是200万 方案二的投资是300万 又告诉了另外一个参数 是他们的成本 对于年成本来讲 方案一是120万 方案二是100万 来问同学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同学们告诉我 对于在应用环境相同的情形下 方案一的成本多了20万 那在应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们的收入一样 产出一样 效果一样 那对于成本多了20万 方案一比方案二 他们两者相比 请问他们的利润怎么样 他们的收益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由于他的收入一样 产出一样 你的成本多了20万 那你的收益 不就少了20万吗 反过来说 方案二 每年的收益 就比方案一 要多出20万 好了 这是多出收益20万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问 多出来的这20万的收益 是有多少的投资带来的 有多少的投资带来的 你看 方案一需要投资200万 方案二需要投资300万 整整多出来了100万 所以多出来的投资 那多了100万 用多出来的收益 再除以多出来的投资 这就是增量的投资收益率 这个指标 增量的投资收益率 这不就行了吗 这样就算出来 增量的投资收益率 应该是20% 它的经济含义是 方案二 多出来的100万 这100万能够带来的收益 是20% 所以你看 写案A错误 写案B 方案二与方案一相比 在经济上可行 诶 这有如何判定呢 来 他告诉 基准投资收益率是10% 说的是 投资人要求的收益率是10% 来 第三个问题 在投资人要求的收益率 是10%的情况下 请问 多出来的这100万 有意义吗 多出来的这100万 能够带来的收益 是20% 投资人说 我只要求10% 你给我带来20% 好事了 所以 多出来的这100万 对投资人来讲 当然有意义 基此 方案一和方案二相比 我们就应该选择 投资额更大的 方案二 选项B 完全正气 选项C 当基准投资收益率 提高为15%的时候 方案二 依然要异于方案一 那是 多出来的100万 带来的收益率 20% 投资人要求的收益率 是15% 多出来的100万 对投资人来讲 依然有意义啊 所以选项C 省去 选项D 方案二 比方案一 投资高出50% 超过了基准收益率 经济上不可行 显然 选项B和选项C 都争取 选项D 那一定错误 当基准收益率 降为8% 方案一 优于方案二 当基准收益率 降为8% 多出来的投资 超过了8% 那方案二 多出来的投资 依然有意义 应该是方案二 依然要优于方案一 选项E 错误 至于这样的题目呢 涉及到具体的计算 在题目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计算 希望同学们 要尽量的拿分 那我们涉及到记忆的内容啊 有的同学说 哎呀 我这个记忆 记得不是很争气 到底选哪个 ABCDE五个选项 我只能选出两个 或者选出三个 可能其他的两个 或者三个选项 咱们 记忆不是很深刻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少选一些 但是涉及到这样的计算 只要你理解了 只要你会计算 基本上做出来 都能够拿全分 所以涉及到计算性的题目 希望同学们 尽量要拿分 尽量拿全分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部分 考试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 就交代完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依然拿出这本教材 翻开这本教材 看一下这本教材 它的整体知识框架怎么样 具体内容又怎么样 刚才我们说过 整本教材 封用了三个部分 分别是工程经济 工程财务 还有建设工程固件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部分 关于工程经济 第一部分的工程经济 主要涉及到 如下的七章内容 分别是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 及应用 第二章 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的评价 第三章 技术方案的不确定性分析 第四章 技术方案的现金流量表的编设 第五章 设备更新分析 第六章 价值工程在建设工程当中的应用 第七章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应用方案的技术 经济分析 总共如上的七章内容 那么对于这七章内容 我们可以分为 如下的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那就是第一章 基础理论的介绍 在第一章当中 我们涉及到资金的时间价值 第一章 很有难度 好 这是基本理论的介绍 那么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涉及到的是方法的介绍 对于一个特定的方案 我们确定相关的参数 计算具体的评价指标 进行确定性的分析 不确定性的分析 形成最终的 技术方案的现金流量表 好了 这三章是一个单元 是方法的介绍 有了基础的理论 有了方法的介绍 接下来 进行个具体的运用 进行具体方案的选择 具体方案的决策 涉及到第五章 设备的更新分析 那么 设备 什么时候更新 在更新的过程当中 如何选择方案 是采用租赁方案 还是自行购置方案 这不就是具体的决策吗 还涉及到价值工程 在建设工程当中的运用 还涉及到 三星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工程经济 它的一个总体框架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它的整体特点 第一部分 工程经济 内容多 指标多 难度大 计算 分繁复杂 需要同学们理解原理 掌握方法 对于核心公式和基础内容 务必要灵活地予以运用 所以第一部分 要求同学们 懂原理 会计算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拿起笔 拿起计算器 在操作组上 画一画 算一算 一定大有好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最近三年 它的提醒的情况 2020年 考了13道单选 考了5道多选 2019年 13道单选 4道多选 2018年 11道单选 4道多选 对于初题的一个特点来讲 往往是 以计算为主体 再结合具体方法的一个运用 具体思路的一个运用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来讲 难度相对比较高 好 这是第一部分 关于工程经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关于工程财务 对于这一部分来说 它的显著特点就是 面特别的宽泛 但是内容的难度 不算是太大 很多的内容 没有必要前后联系 需要同学们 有针对性的预计 好 对于第二部分来讲 分为了如下的八章 分别是 第一章 财务会计基础 第二章 成本与费用 第三章 收入 第四章 利润和所得税费用 第五章 企业的财务报表 第六章 财务分析 第七章 筹资管理 第八章 流动资产的财务管理 对于这八章内容 分为了如下的四个单元 首先 第一章 关于财务会计基础 这是基础理论的介绍 接下来 二三四章 进行相关 会计要素的介绍 那么 成本 收入和利润 这是三个 动态会计要素 分别用三章的内容 把三个动态会计要素 进行一一的交代 这是要素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 第五章和第六章 进行报表的分析 第五章 主要介绍的是财务报表 最为重要的是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那么 有了财务报表 对财务报表进行运用 进行分析 所以有了第六章 财务分析 这是报表分析 先介绍报表 然后对报表进行运用 那么第四个单元 关于 我们整个财务会计 基础知识的运用 涉及到资金的筹措 筹资管理 涉及到流动资产的管理 现金 应收账款 还有存货 三个流动资产的管理 好了 这是我们第二部分 工程财务的整体内容 这一部分 它的总体特点 属于点到为止 面宽 但是 蜻蜓点水 难以形成体系 在学习当中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前后联系 虽然有 但是脉络 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好 学习的要求 抓重点 重记忆 有针对性的语义记忆 这是我们本部分 学习的主要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最近三年 我们的第二部分 它的提醒 到底怎么样 首先 2020年 考了13道单选 6道多选 2019年 13道单选 6道多选 2018年 13道单选 考了5道多选 所以对这一部分来讲 它的分数 大概25%左右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关于工程财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部分 当然是我们的重头戏 建设工程估价 那涉及到建设工程估价 总共涉及到如下的8章内容 第一章 建设项目的总投资 关于费用内比 第二章 建设工程定额 第三章 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概设 第四章 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图预设 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第六章 工程量清单的计价 第七章 计量与支付 第八章 国际工程的投标报价 那么这8章的内容呢 通用了如下的4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 那是费用内别的分门别类 既然你要进行估价 那个费用的组成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第一章 开门建设 把建设项目的总投资 费用的构成 我们进行了一个区分 当然 3010 非常重要的一章 接下来 那就是基础的应用 好了 有了费用的分门别类 还需要 建设工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相关定额呀 所以第二章 建设的是定额 有了定额 有了费用内别 那接下来 第三章和第四章 分别进行设计概算 和施工图预算 设计概算 初步设计阶段 进行编制的相关文件 那施工图预算呢 施工图设计阶段 所编制的相关文件 这是对前面 具体费用内别的一个基础应用 这是二三四章 那么接下来 从第五章开始 进行工程量清单的一个介绍 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编制的主体 在招标方 下面 工程量清单编制出来以后 那么 以此作为一个公共的 共同的 平等的平台 供 投标人于使用 所以 投标人 根据工程量清单 编制 投标报价 对于招标人来讲 根据工程量清单 编制标底 编制招标控制价 好了 最后呢 是计量与支付 计量与支付 三零七零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内容多 分值也不少 好了 这是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七章 我们是立足国内 到了第八章 我们要具有国际事宜 所以立足国内 第八章 那就是放眼国际 那第八章 国际工程的投标报价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估价 它的主体内容 看一下这部分 总体的特点 该部分 主要介绍了 工程造价的相关知识 那么 篇幅较长 内容较多 记忆和理解相结合 学习的时候呢 注意方法和特例 费用的分类 和计价的思路 在学习要求上 给同学们八个字的要求 那就是 理性程序 抓住要点 好 这是我们第三部分 它的总体框架 咱们看一下第三部分 最近三年 它的一个提醒怎么样 2020年 考了34道单选 考了9道多选 2019年 34道单选 考了10道多选 2018年 36道单选 考了11道多选 所以 我们的重头戏 当然是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估价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二个专题 又结束了 第二个专题 我们探导的是 教材的一个总体框架 到底怎么样 它们的特点怎么样 学习方法怎么样 它们的提醒提量 又怎么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专题 关于学习方法的一个 简单介绍 那么谈到学习方法 有同学说 有没有一种 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只要我一掌握 平时不花时间 不下功夫 就能顺利通过考试呢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没有 对于我们通过考试 还需要同学们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虽然在这几个科目当中 建设工程经济 不是最为困难的一个科目 但是也希望同学们 要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因为 如果说同学们努力 会有这三门 如果不努力的话 连门都没有了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们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报名篇 对于我们一级教授的考试 它的时间是两年 两年要通过四个科目 比如说 哎呀 我考了很多年 四个科目我都通过了 但是呢 就产生了一种循环 是吧 那第一年考了两门 第二年考了一门 那第三年 那前面两门已经作废了 陷入了无限的循环 对考试来讲 我的基本观点是 一咬牙一跺脚 就把这个考试给通过去 千万不要形成一个循环 循环特别的难受 好了 那么两年时间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报考呢 我给同学们 有如下的这些建议 首先 组合功率 那是如何进行科目的搭配 三种策略 第一个 过把引救死 第二个 万水千山总事情 第三个 掐死你的温柔 如何理解呢 首先 过把引救死 那就是一咬牙一跺脚 一年四个科目 全都通过 当然 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希望大家 如果是2020年 没有其他特别重要的事 时间比较充裕 精力比较充沛 那你就一年报四科目 投入时间 投入精力 一咬牙四科通过 那这辈子 和一级将士的考试 除了以后的真相 除了以后的真相 那这辈子 就和一级将士的考试呢 就无关了 多好的事啊 所以 这是我最为推崇的 有些人说 愿望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2020年 这个事比较多 又得结婚 又得装修房子 还得培育希望的下一代 实在抽不出时间 那就用第二种策略 万水千山总事情啊 给你两年的时间 两年充分的利用 那么 对于第二种情况来讲呢 我跟同学们 如下的建议 那是 如果2020年 时间不是很充裕 精力不是很充沛 那你就报 三科公共科目 把三科公共科目给搞定 当然 这个要求比较刚性 三科公共科目 同学们如果要考的话 就力求必须过去 然后呢 公共科目考完以后 再用第二年 考15科目 全力以赴 考15科目 好了 这是第二种策略 当然 如果你用第一种策略 今年报了四科 如果说 有个散失 有那么一科两科 没有过 那你也用第二种方法 把剩下的一科两科 来到第二年 把它顺利的也考过 第三种 特别要提醒同学们 千万不要陷入 这种温柔的陷阱 那第一年 过了两科 第二年 过了一科 第三年 还得考三科 那 陷入循环 那就是掐死你的温柔啊 对吧 看起来 我们每年都有通过的科目 但是年年考 年年拿不到证 非常的悲催 好 三种具体的策略 推荐同学们 第一种 过瓦引就死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计划片 计划片 涉及到如下的三种 四种复习的策略 第一个复习的策略呢 是三阶段的复习 这是屡四部爽的妙招啊 三阶段复习 同学们如果都能够坚持下来 通过考试 概率 80%以上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两阶段的复习 从前往后复习两遍 这是喜忧参办的安排 那通过的概率 50% 那么接下来是一阶段复习 从前往后整一遍 雄啾啾气昂昂上考场 通过的概率 通过的概率 20% 这是考验至上的前期 你可能说 报名费一交 诶 时间仅 任务不重 实在没时间来复习 裸考 是吧 到考场上去走一招 如果想通过的话 那一定是上帝 眷恋的宠儿 基本上通过的概率 在3%以下 那基本上通不过 好了 那么这三阶段复习 两阶段复习 一阶段复习 还有零阶段的复习 我们到底选哪个 当然选的是三阶段的复习 所以对于三阶段的复习 我们往下 也按照这样的思路 给同学们 来进行班次的一个排例 我们的第一阶段 是基础班 第二阶段是习体班 第三阶段是 冲刺串讲班 也按照这个三阶段 给同学们 进行一个班次的设定 当然如果说你看这个视频 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7月份了 你说三阶段 我也想啊 实在没时间 那就用两阶段呗 当然如果说你看这个视频 现在还在2021年的年初 甚至在2020年的年底 那还有什么说的 必须采用三阶段的复习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阶段 时间是如何安排 任务又有哪一些 首先 第一个阶段 是基础阶段 基础阶段 把它定义为初战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打基础 就建设工程经济这个班次来说 基础班大概30个课时左右 在这个班次 最为主要的要求是 夯实基础系统学习 把这本教材从前往后 设计到重点 难点 烤点 热点 咱们得过一遍 在这个阶段 要注意一下心理的调节 在这个阶段 好多同学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学到前面 翻翻后面 哎呀 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内容 怎么学啊 学到后面 再翻翻前面 哎 这个内容学过了吗 感觉没有什么印象 好 在第一个阶段 好多同学就放弃了 希望大家 在这个阶段 送同学们两个字 那就是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每位同学都会产生 关键就是 有的同学坚持下来了 有的同学没有坚持下来 对于这个阶段来讲 在六月的上旬就要结束 好 接下来 第一个阶段完成以后 就顺利的步入第二个阶段 叫做习体阶段 习体阶段 我又把它叫做 攻坚阶段 这个阶段 王校给同学们提供的班次 那是习体班 习体班 大概15个课时左右 这个班次 最以为重要的目的是 练能力 练什么能力 练做题的能力 把教材上的知识 转换为自己的做题能力 在这个阶段 需要同学们 进行能力的训练 要提高做题的能力 提高答题的技巧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别人们在心理上 会稍微好受一些 为啥 在第一个阶段 有了一个基础 第二个阶段学起来 相对比较轻松一些 虽然说 我们的学习压力 依然比较大 但是心态上 逐渐逐渐地放平和了 那这个阶段 也剩下同学们两个字 那就是提高 提高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心态 这是提高 好 在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 在基础阶段 好像有的内容比较模糊 基础阶段 有的内容搞不定 好像到了犀利阶段 通过做题 灵光一闪 哦 原来是如此 原来如此简单 对吧 这是我们的犀利阶段 那么犀利阶段 需要同学们 在至少 八月中旬之前 必须搞定 不能晚于 八月中旬之前 那充实阶段 就到考试前的 一天 已结束 如果同学们 三个阶段都坚持下来 那通过考试 一定是随到渠成的事 在考试上 尽心作答 一定能够成功 当然 在学习的时候 我想提醒同学们一点 那就是 要足够的重视 第一篇和第二篇 要针对性的掌握第三篇 刚才我说了 第一篇和第二篇 难度比较高 有的人说 那这样 我就集中精力 搞定第三篇 第三篇的分数 不是54分吗 我这54分左右 都拿下来 前面两篇 瞎摸一下 那几分的分数 我也能够得到 这样的复习策略 千万千万不要 对于第三篇来讲 虽然说它的难度比较低 但是它的内容很多呀 记性的考题又比较多 边边角角的点 给你吹到题 让你感觉很难受 所以 第三篇 我们要针对性的掌握 第一篇和第二篇 千万务必不要放弃 那我们第一篇 指标的计算 方法的运用 我们到第二篇 是一个重点内容的 一个讲解 这些都必须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 所以三篇 咱们都得重视 不能说一放 就把第一篇放了 把第二篇放了 要不得千万不要这样干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考试当中 一些其他的小问题 再给朋友们做个提示 第一个问题 要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啥呀 精打细算 你的时间和精力 不是说你精打细算 咱们报课的费用 咱们考试的费用 钱对同学们来讲重要 但是在复习备考过程当中 时间和精力更为重要 所以这个精打细算 要求同学们 在整个备考历史当中 需要尽量多的抽出时间和精力 陪伴教材 陪伴相关的复习资料 陪伴我的课程 好 这是第一个 精打细算 第二个呢 是熟能生巧 每一年考试啊 都有很多同学考了高分 考了90分以上 这是95分以上 难道他们的智力 就非常的高吗 不是 关键在于 他们把这本书 看熟了 把相关的课程 看透了 把相关的复习资料 掌握了 在这个地方 要求同学们 在课程上 在课堂上 跟上我的思路 刻画 再翻出来 看看相关的重点 再做做相关的题目 一定要熟能生巧 那么第三个呢 是趁着答题 对于我们整体的复习来讲 思路往往是这样的 先听课 然后呢 看讲义 然后呢 再做题 当然 这个听课啊 不是说 你把基础班 从第一篇 一直到第三篇 全部听完再做题 不要这样 我们往往是 以每一篇 等每一章 作为一个单元 一章呢 可能课程 也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那听完以后 赶快把讲义打下来 来 趁着答题 再来回顾回顾 该记的记 该理解的理解 该算的算 好了 把教材梳理完毕后 接下来找些题目来做 我们建策工程教育网 在课后呢 也跟同学们准备了一些题 你们可以下载下来 进行一个练习 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月 听课 第二个月 看讲义 第三个月做题 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一定要趁着答题啊 往下走 接下来难得糊涂 对我们考试来讲呢 涉及到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有的内容 在我们的工程师傅当中 并不一定是这样 有同学啊 就 就会这样想 工程师傅当中 可不是这么干的 但是为了要得分 为了要通过考试 为了要取得这个证书 你就必须按照教材的思路走 教材怎么说 咱们就怎么答题 不要过多的联系实务工作 好了 下面这个呢 建议同学们 对这个心态进行调节 我们第一次听课 第一次报名 然后呢 第一次领到新教材 第一次开通我们的新课 大家都是凶啾啾气昂 那是激情澎湃 那是豪情万丈 那可以这样说 在那个时刻 每位同学都很有信心通过考试 但是这个复习啊 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可能第一个星期 甚至第一个月 那你是激情澎湃 到了第二个月 哎呀 感觉就有点疲惫 到了第三个月 坚持不下去 这千万要不得 希望同学们 在学校的时候呢 尽量的调整一下心态 有同学说 学习了两个月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能不能休息一下 当然可以啊 如果说你实在不能坚持下去 那你就把这个考试啊 先放一边 拿出两天 拿出三点的时间 彻彻底底的放松一下 别想考试的事 然后呢 哎 两天三天放松完了以后 再回过头来 来进行复习 当然你说 行了 那不就是三天打云 两天晒网吗 不是这个意思 至少坚持一个月 给自己两天三天的空闲时间 现在不能说 坚持了三天两天 那接下来马上给自己 三天两天的空闲 这可不行 在我们备考的历程当中 我们的心态会有所波动 有的时候呢 感觉自己 哎 啥都会 有的时候感觉自己 啥都不会 没有希望 那你反复的 那你反复的给自己说 2020年一定能过 必须能过 一定要过 反复的给自己做心理暗示 对吧 好 最后呢 我提倡快乐学习 我必须承认 学习是一件苦才事 学习本身是不快乐的 但是要让自己 比别的同学更加的优秀 要让自己 2020年不会被荒废 不会虚度光阴 我们就必须调整心态 面对这个学习 考试员说 学习这个事儿啊 一拿起教材 就开始打课睡 打开课程呢 哎呀 就想睡觉 希望大家坚持一下 再来坚持一下 对学习来讲 希望同学们 在学习当中找到乐趣 比如说 制定了一个月的计划 我们28天 就已经完成了计划 男同胞 出去 找你的好朋友 喝个小球 撸个串 是吧 女同胞 那出去逛逛街 为自己买件衣服 奖励下自己 这些都在学习当中 调整心态 找到学习当中的快乐点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三部分 关于学习方法的 一个简单介绍 就给同学们 交代到此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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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